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晴 POP抢先报 用的是礼拜一 美岛最新的一个民调结果 他是国阵民调结果 但是他有做担任下一届总统的适合度 朱立伦是39.8 赖清德是37.1 柯文哲是36.4 王金平是两成 蔡英文是19% 张善政是15.3% 马英九是13.4% 武敦云不管怎么测 他在各个民调当中 他还是敬陪莫作 但是是个位数的 那当然我们先讲这个整体的 我们再来一一的 不同的配对 有不同的民调的结果 好大师 你看这个排行 朱立伦这样就安在摘吗 那这个民调是可以看出 蔡英文总统是现任总统 他要寻求连任 竟然是这么样一个 比较是后段班的 那其他的像吴敦亦 动作平平 但是依各式的民调 他这个太低了 那有可能不去领表 不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初选吗 大师你怎么看 我是觉得最明确出局的应当是吴敦亦的 吴敦亦 为什么是最明确出局是吴敦亦 第一个 他这个民调上面是七个百分点 说他适合 其实这个民调出来之前 几乎所有的民调 他都是调车尾的 那这个调车尾要怎么样得到提名呢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最主要国民党现在内部在吵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总统提名是要全民调呢 还是要过去的办法 其实我看这个吵架是查虎的风暴 对 为什么是查虎风暴呢 因为旧的办法 那也有民调 而且占了七十趴 那其中党员投票三十趴 那在我看来 不管是党员投票 或者是民调的部分 这个吴敦亦都会败得一塌糊涂了 因为这个吴敦亦虽然做主席 但是每一个党员都会认为 他们在下一次竞选 应当推出场墙棒 这好问题的 那现在吴敦亦这样的一个 七趴的这个支持度 就意味着他党内 不管是浅然 深然 最深然 他得到的支持度都超低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党员投票 他保证也是大叔 这个要举一个例子 有人说 吴敦亦有什么当党属于优势 还有什么地域的地缘的 这个各式各样的优势 这个优势只要拿 这个以前王金平跟马英九竞选 属席的这个例子就很明确 当时这个他们两个在竞争的时候 全台湾几乎清一色 我还没有听到第二种声音 这个清一色什么 这个马英九已经在北部 南部一定会输 只不够输多少的问题 换句话说 保证马英九 踏不过佐水溪 我当时说 为什么要佐水溪要给你踏 如果有佐水溪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 我认为保证马英九 佐水溪踏过去 顶多啊 高雄县 王金平会赢 结果没有想到 连高雄县他都大输 是 那理由是什么呢 纵使是党员投票 他除了会顾习到地缘的情分之外 他更希望这个党能够胜选 这所有的党员绝大多数的新生 所以当年王金平跟马英九是选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让主席出现 那这一次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提名 我想也一定要 不管民调或者党员 保证国动议会都会大输 是 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变数 我想朱立元一定会参选 那吴敦又是这样 而且一定会获得提名 一定会获得提名 因为吴敦太弱了嘛 但是里面的变数是 赖清德跟这个柯文哲 那我们如果看细项的话 如果把柯文哲跟朱立伦 跟蔡英文三个放在一起 就总和来讲的话 柯文哲是36.4% 朱立伦是29% 蔡英文是14.7% 那这个可能是未来参选的 可能性比较高的哦 那你觉得呢 在这个变化上面 跟我们总表来比 我觉得最可能的是 赖清德 朱立伦跟柯文哲 你还是这样讲 我还是认为这样 那就可能我再重新来讲一下 如果是这个组合的话 没了电子吧也有做哦 那柯文哲还是领先是33.3% 那朱立伦是第二 27.2% 赖清德这个时候就居末了 22.8% 等于说他去填补蔡英文 他第三名的位置 我是觉得这个赖清德啊 我本来就公开呼吁啊 他不要去当隔魁 那如果不当隔魁的话 他的这个支持度啊 不会耗损的这么凶 原来在去年啊 他的这个名望啊 高过朱立伦 还高过柯文哲 他们几个人他是第一名 那么一直落到他输给朱立伦 又输给这个柯文哲 是因为当了隔魁的关系 当隔魁啊 照过去2000年以来 所有的例子啊 当过隔魁的人 那么没有一个能够 漂漂全身而退的 那他下台的时候 名望多超低 没有一个例外 那这是一个大问题啊 这个大问题就是说 好如果总统不好 隔魁做得很好的话 那么 隔魁撑住 总统也会不撑住 那这样的话 总统要选原刃 就比较没有问题 问题是从来隔魁啊 没有一个撑得住总统 总统也没有办法 把隔魁拉得起来 换句话说 其中只要一 两个人只有一个行 就OK了 只有两个都不行 这个两个都不行啊 已经换了三个总统 然后十几位隔魁 你通通不行吗 这样通通不行 每个都很烂的 这个机会有多少 那么就二的十七次方了 就七万分之一了 那你如果张善政不算的话 也是三万分之一了 三万分之一 这个机会等于零了吧 对对对 太难做了 太难了 那为什么会说 这个机会等于零呢 难道我们能够出 不是出类拔岁专门挑最烂的人去当总统跟隔魁吗 他会去当总统 会去当隔魁 一定在社会里面各种政治角力竞争一路上去的 结果都出问题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司机开了车出车货 可能是司机问题 换了两个司机 可能也是司机问题 连换了十七个司机 那只有都是司机有问题的 三万 这个七万分之一的机会 那一定是车子有问题 所以这个宪政体制就是招套总统跟招套隔魁的 这是没办法 那把话拉回来的就是 不管如何 是因为隔 体制的问题 把隔魁扎套掉了 当然你就是已经被招套掉了 对对 否则他不来当隔魁的时候 仰望 那现在 就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哦 纵使不一定百分之百赢柯文哲 不会输入理论 这没有问题 那现在就因为当隔魁当下来的结果 民进党就没有人可以选总统了 这非常非常 可以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呃状况不好 呃 钟摆还没摆到底 那赖清德是何再出来吗 我 我的建议就是说 现在 情势已经非常明显 那么我们民进党立委心里头也非常清楚 嗯 他已经不把2020的这个大选目标 摆在总统胜选上面 嗯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依照这个民调 这个民间的这个看法没有改变的话 嗯 参与固 固然出来会输 赖清德也不会赢 嗯 那没有其他人 嗯 比他们更强了 对 那所以他们早就不把希望放在总统会赢 对 他们现在希望是哎 立委可不可以顾得住 嗯 这是民进党立委的共同心声 嗯 那么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呃 在我的看法 呃 到底谁来选 对 目的虽然已经不是总统 嗯 但是换人选啊 对把立委的席制能够保多少 是还有很大的差别的 嗯 所以你认为2020到底是蔡英文选还是赖清德选 嗯 那么目的嗯 如果在 保住立委的话 当然是赖清德选是比较有利 但是 纵使这样 保住一次选举的立委啊 我觉得价值不是那么大 就跟过去朱立伦一样 是短线的价值 是 那换句话说 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 嗯 赖清德还是民进党里面最有人望的人 嗯 趁这个机会 那么 用运用他还有的能量呢 嗯 去推动宪政改造 嗯 我认为这个才是第一优先目标 嗯 至于把立委啊 多保留住几个 我认为那就是一次性的短暂目标 是是是 应当比较其次 好的 我们这个议题我们继续延续到第二段 我们休息一下 今天我们要马回来 哈 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中文很评论 邀请的是林桌水大师 大师 你看哈 也是没得了电子报 我们看满意度 不满意度就好了哈 以这个 蔡英文总统来讲的话 哦 他的这个 不满意度 他是高达67.9% 那满意度只有剩下21.5% 那赖清德被他拖垮了哈 他的那个不满意度也是死亡交叉 变成47.6% 那满意度只剩下34.8% 其实跟那个调查的水位差不了太多 差不了太多 但是呢 刚刚我们提到一个现任体制的问题哦 平常呢 蔡英文怎么样 赖清德怎样 大家还看的不是那么明朗 毕竟那时候赖清德还是一个 呃 某种程度 呃正式而且强势的行政院长 如果我们外界看的话 因为刚开始展现他的魄力啊 好像大有可危 而且 就像一般这个列车好了 部会首长都上他的车嘛 对不对 那你总统等于应该要是虚位元首了 可是在选后看到蔡英文总统 连那个机车ABS 他都下来讲 越讲越多个项目 那是属于行政院院长范畴的 甚至部会首长范畴的 他都出来了 你觉得呢 这个问题越来越大了 好像有人说他兼行政院长 这个他会这样做啊 他的主要的一个依据就是 他在28号的 这个给党员的一封信 给党员一封信 他上面说啊 他做总统过去都没有领导 那今天所以他认为不对 因此要站在第一线 出来领导 是这样来的啦 那如果 要 但是他要出来领导 又领导的很怪 换句话说 现在台湾社会啊 最希望他把 总统把这个方向领导出来的 像这个转型正义啊 搞得乱七八糟 没有方向感 希望你总统领导他 这个不是我说他算 那之外的这些主持 不是就他吗 大事 就是我不说 我不算 那这个ABS 这个小事 我说我算 那这个部长都不一定 会出来讲的 那然后呢 还自己打电话给 这个 烟酒公司 就以前的公卖局 对对对 我看行政院长都不会自己打电话 给烟酒公司的 去总经理跟他讲 他觉得选举 都不会 败选就是败在这个烟架太高 上涨太多了 那这个哦 嗯 我是觉得 他这样做啊 在他 他说 他这样做呢 这个 大家就会觉得 那行政院长怎么办 嗯 那行政院长怎么办 原来行政院长 选完就辞了嘛 对对对 那他 嗯 总统 一定要留下来 嗯 哦 这么不可多得的人才 好不容易栽培起来 怎么可以让他走 要留下来才行 嗯 好 昨天 要把他留下来 第二天说哎 我要站第一线 我要站第一线的意思是什么 哎 你行政院你退到后面去 嗯 昨天才反正说 你不可多得的人才 嗯 今天说你站到后面去 好 那这个也 不只是这样 来 研究 他都要出来讲 然后呢 他也出来讲 啊这个都跟原来行政院 他各部位 底下或者研究公卖局 他做的政策是不不一样的 嗯 那他这么一 一讲的话 行政院要不要跟 就跟啊 那只好跟啊 以前马英九还打打电话 他现在可能不打 直接用记者会行事 那改变政策 那用这样的方式呢 那么 呃 像 编酒 酒驾的问题 涉及到 我们的 厂照的资金来源 嗯 那财政部是不是要 又要调整 他的财物的调度计划呢 嗯 啊然后那个 整个的这个 卫福部 是不是 内容也要调整一下呢 对 他不是讲一句 就算了 整个行政院 都要重新调整 嗯 那么 所以这样下来的话 嗯 这个 他就 等于 过去行政院的规划 嗯 全部归零 重新同头来 所以他开一次的 这个回廊会议 行政院就要乱一次 那行政院长 开两次的 这个回廊会议 对啊 就要乱两次 那行政院长变成什么 那如果他在回廊会议 讲的更得意 一次给你丢出三个议题来 你就要乱三次 那他把行政院长当什么 就算是赖兴德下去 有新的行政院长 难道都要这样子吗 这个他也许不顾虑到行政院长的尊严了 但是你不顾虑到尊严 如果能够让行政院上轨道 那一个人的尊严也就损失也就无奈 就算了 但是问题这样行政院的整个运作会变成怎么样呢 行政院的整个所有的公务员就院长讲话我们不必听 嗯 部长讲话我们不听 我们等总统的回廊会议就好 那这样便是行政院长是虚位的啦 那这样便是行政院长虚位 那便是行政院长虚位 那便是行政院长虚位 你是替行政院长讲话了 嗯 我是替整个行政系统讲话 嗯 换句话这样 整个行政系统 在院长不能指挥部长不能指挥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在等 为了等你那一句话 整个行政院士气瘫痪 嗯 行公务员 以后你部长怎么叫做公务员 嗯 你院长怎么叫做公务员 都叫不动啊 大师这可能是现任体制上最黑暗的一天吧 最黑暗 最混乱的一段时间 还有更黑暗啦 那你就修宪啊 以前蒋介石征修条款制定那更黑暗 对不对 那你说倒退回去那个时候啊 那不 没有 这个黑暗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啊 这一件事情 也不见得算是最黑暗了 但是 也蛮黑暗的 我们就不要讲罪了 但是以后怎么办 很乱 以后最主要 整个公务员士气荡然 嗯 举一个例子 嗯 你先如果 呃 应当以 会立委来这边 嗯 接受专访吧 嗯 你可以问问他 现在在立法院啊 直询的时候 嗯 啊 那个情况 一个情境 嗯 一种情境啊 因为直询的时候都部长 或者是相关的政务官 嗯 带着 呃 一大票 嗯 的这个 公务员 到 这个 各委员会 接受被询 嗯 那被询的时候 因为部长是管大政策大方向 嗯 問到细节 保证非问公务员不可 对 而世界各国皆然 嗯 不是我们的部长特别笨 对对对 嗯 嗯 所以 这个管细节的人 往往建树不建林 嗯 那部长就要建林 欸树 建建当然更好 但偶尔一棵树两棵树不太建 那OK 只要他零建的到 嗯 好 部长 遇到 一些具体的事物 嗯 一定要有公务员提供他资讯 嗯 嗯 结果你去问啊 现在啊 部长或者这些政务官或者次长之类 那么问到这个答不出来的时候 以前啊 后面的公务员 急着赶快写地条子 地条子 现在那公务员有认识地条子吗 没有 你有你有问过 我有注意看 我有注意看 不地条子了 所以总统这样做 是把院长架空 把部长架空 那如果院长部长架空之后 公务员很认真做事 嗯 也还OK 嗯 虽然对部长跟院长不公平 那现在是整个公务员 根本就不理你的院长部长 对 加上公投对某些政策也有一些影响 对不对 那这样下来的话 你总统民调 嗯 以前二十趴太多吗 嗯 那非掉到十 十趴不可吗 是 那对 你这样在回廊上这样讲话很得意 讲了 大家就跟 嗯 跟国家事情只有ABS吗 嗯 只有烟架吗 烟架吗 对啊 那个 那个 排山倒海的国家大大小的事情 嗯 一大堆 嗯 不是只有这个欸 嗯 这两个被你解决掉 其他事情都瘫痪 是 我很 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 这样下去怎么办 对 对一个领导人来讲 这是最重伤的 为什么 因为 不是只有你一个总统府小圈圈 你们要干什么 而不干什么 其实 那你团队哪里去的 你整个火车 你只开一列 你的火车头吗 你后面的列车 从来没有夹挂上来 或者他们反相看 这是对执政党来讲 非常大的一个隐忧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马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众帮评论 邀请的是林卓水大师 大师我们还是延续下来 因为这个连环套 这个每一个问题 跟每一个问题之间 都有关联性 而且谈不完 我觉得选后民进党 真的是事情很多 我大概看法 跟一般人看法是一样 麦兴德就像他自己讲的 持续到了 他坚定的要走 对不对 因为已经做不下去了 感觉整个也不对了 所以如果再上去的行政院院长 现在媒体在猜啦 从这个所谓的高雄市 陈其脉落选之后 从陈其脉又猜到 这个所谓的苏贞昌 您先跟我们透露一下 或说您的研判 苏贞昌可能性高不高 那回国不讲喔 他跟蔡英文之间 在政府院长的时候 就不合喔 现在有好转吗 而按照刚刚我们谈论 那个体制上 现在出现问乱 这样的行政院院 苏贞昌那个脾气 这样可以做得下去吗 苏贞昌跟蔡英文的这个关系不好 是过去了 但是最近啊 新北市市长选举的时候 双方的关系有相当改善 嗯 那么 现在既然啊 这个赖清德要走 嗯 那其他的 这个人啊 要担任 这么困难的阶段的这个行政院长 嗯 大概 不容易找 是 不容易找 所以看样子啊 泰总统是非常期待苏贞昌来当 嗯 那苏贞昌可不可能当呢 我觉得有两个有利的因素 他有可能当 嗯 一个有利的因素就是说 他跟蔡英文的关系 嗯 这一两个月有相当大的改善 为什么呢 是因为选举 那就选举的关系 那第二个 苏贞昌 你看 他从不愿意参选新北市长 嗯 到后来 大家觉得这个场面非他不可的时候 嗯 他最好还是接受了 嗯 雖然知道这个非常艰苦 啊 那 也不见得会胜 但是老命就拼了 所以 就从这两点来看 他是有当的机会 嗯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渺茫 为什么这样 越来越渺茫 你还在猜咧 还在名单上 那越来越渺茫的理由很简单嘛 总统既然要站在第一线 嗯 那 我当 行政院长的时候 会是 宪法上面 所规定的 那个行政院长吗 嗯 不是啦 嗯 嗯 你总统要站第一线 那我这个 行政院长就靠边站 嗯 那你 总统 不但不透过行政院长 甚至不透过各部位首长 直接 就打电话给 研究公司 那直接 就在那放话 说 正是这样的 对 那这样的 那然后 这个 呃 像这个 这个非洲猪的问题 对 猪瘟的问题 那这个赖清德已经很努力处理了 嗯 八月九月他就很努力处理了 嗯 那么到现在看起来也上轨道 嗯 但是你要宣扬也无可厚非 嗯 因为 呃 就 是不是先 把赖清德做事 先 没人两句 嗯 那没人部署有什么了不起 嗯 欸没有 他一副讲的 啊这个猪很重要 好像行政院都没有做事一样 嗯 那看到这种情形 那谁愿意啊 那谁愿意去当行政院长 做再好 都认为是他做的 那何况做不好 可能又要骂 不是 做再好不是说认为他做 我觉得就是总统普做的啊 他讲话的口气里面是没有做 可能 连做都没有做 是啊 那谁跳下来做 你跳下来做 要跳出来说 诸温怎么样怎么样 嗯 好像行政院都没有处理一样 哎呦 真的是头痛啊 本来有机会做的这个 对 欸书贞昌啊 嗯 看一看这个干嘛 只要有个性的人啊 对 只要有尊严性的人啊 嗯 要接的机会都很小很小 当然 可能总统找得到人啊 嗯 那找得到的人 一定是 呃 在这种条件之下 还愿意来当革魁的啊 嗯 我看世卫 要叫世卫瞧得起啊 嗯 不容易了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呃 有没有其他的思维 比如说 我要问的是 赖清德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可能愿意搭档副总统吗 压力这么大 情况之下 第二个 他有没有动苏贞昌搭档的脑筋 还是完全 两回事 我是觉得啊 选举就是选总统候选人啊 嗯 哪里会总统候选人很烂 找一个很厉害的副总统候选人 这样会当选 没有这种极可能性啊 对他来讲 就是说总统虽然很强 嗯 但是 差个一分两分 嗯 那副总统 把这一分两分补上去 没有总统只有十分 要副总统去补他五十分 嗯 这 不合理 不是不合理 不会成功嘛 嗯 但是不会成功 可是他一定想要啊 他一定想这样子啊 那然后我是觉得 嗯 如果赖清德认为 那我这辈子啊 嗯 那么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 嗯 好 那现在不当隔毁啦 呃 那当你的副总统搭配 那你很需要 嗯 虽然一定不会当选 那 我啊 就 顾念以前 呃 一个在当总统 一个当行政院长的关系 那替你助选 那 我是觉得 也不是不可能啦 就是说 我认为赖清德一 时候就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啊 然后在这样的选举里面 把自己报废掉 嗯 也无可厚非啦 嗯 顾念一点人情 把自己的这个 呃 未来替国家 进一步做贡献的 这个能量 多消耗掉 无可厚非啦 哈 如果他真的这样想 你也不建议他这样去做啊 话语之间 但是他 他是认为 他已经 是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人吗 我看 他 呃 他不至于这样想才对吧 嗯嗯 所以以后有变数吗 到底这个 呃 大家猜测好一阵子了 到底是 看准了 2020 谁出来 都不会有好结果 因此要退呢 还是说 呃 用捧杀的方式 所谓的把你 呃 这个蔡英文高高捧起 这一次 2020 总该要解决 然后其他人再出来 是 在2020年之后 再重新 我是觉得 盘整这个大体 现在哦 最担心2020的 就是我们的立委了 嗯 对 我们因为这个 台湾选举一直有一个 这个风气 就是首长的选举 会跟议员的选举啊 嗯 连带在一起 那市长 就跟市员 嗯 县长就跟先员 然后总统就跟立委 是互相联动的 嗯 那么在这种互相联动的关系中间 嗯 呃总统选不好 好 或者好 那立委 哇 关系太大了 嗯 那么关系会大到什么程度呢 嗯 嗯 那像 所以说 嗯 嗯 跟我一起选的总统 嗯 当然希望我们 10.7% 嗯 嗯 然后呢 马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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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这个恶 6个百分点 嗯 赢赖金得 10个百分点 嗯 嗯 所以他是很大的幅度领先 一万句话说 我说总统适任的 嗯 这个项目啊 对 柯文者小输 哦 小是朱立伦 哦 大概3%左右 是 但是这个就怪了 你四任度赢人家3% 嗯 你一旦出来选知识度 输才6% 嗯 这不是很矛盾吗 对啊 啊这个关键啊 其实出在啊 嗯 国民党 没有庆祝行情 哦 柯文者有 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庆祝行情呢 在过去啊 以2014做例子的话 嗯 民进党 在2014 这个县市长大赢之后 嗯 哇 这个庆祝行情 延续了4个月 嗯 从11月 那个民众的 对民进党认同度 也上升 嗯 12月上升 1月上升 上升到 嗯 2月 嗯 连续上市3月 才休息一下继续上升 那现在呢 没有 国民党一选完 下掉耶 嗯 对 大胜而下掉 很不合理吧 是不合理 选择县市长大胜而下掉 嗯 不合理 嗯 嗯 换句话说 國民党很清楚 嗯 變成租立人包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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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國民党 有办法给你了 是好 所以呃 按照大师的分析哦 我想柯文哲 应该是未来我们观察 最变数大的一个政治人物 大的不得了 大的不得了 而且他一旦参选以后 嗯 要不要主党 好几个民调 嗯 都说大家期待第三党出现 而且这个第三党 要取代两大党 对 啊这个做民进党 我觉得 很怂气 是 但是民调是这样 是 有这个意思 对 这个是 这个 民调 柯文哲一定看到啊 诱惑很大 所以诱惑大的情况下 柯文哲 他未来真的 呃 变数大不说呢 他空间还很大 今天非常感谢林作者大师 过我们做这么精辟的分析 谢谢大师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请收听联网抢前方干人 由Danny主持的音乐123